现在你知道怎么 因为我跟他做个简单分析 是吧 路克这帮流氓律师 他一定他百分之百 他去找法院 他要申请restraining order TRO他要申请对吧 禁止这帮这些人 来我们这抗议 是吧 他肯定要去申请 那我现在问大家 法院会怎么说 因为今天我告诉大家 有两位警察 他来到现场是吧 我马上过去 我热烈的欢迎警察到来 我警察先生 这是我的证件 这是我的名片 我是我们这谁谁谁谁 对吧 我们的传单 我电话号 警察先生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您的 您警官说 他说啥事都没有 我们来看看 走了走了 拜拜 这了 路克他一定在法院申请 要禁止令啊 这了那了 骚扰他了 暴力了 但我问大家 两个问题 第一 法院他接不接受 如果你法院接受了 你有什么依据来接受这个案子 我们只是美国 我们只是合法履行我们的权利 在美国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对吧 是吧 好 第二 就是你受理了 是吧 你是判我们 不让我们来游行了 还是说你不管呢 就这两个可能 要么他说法官说 不让我们来游行了 禁止我们 禁令 要么他说 让你来游行 他不管 如果是一 你阻止我们游行 这事大了 这是我们合法 宪法维护的第一修正安全利 这可大了 class action on the road 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小王子 咱在这个美国 是少数民族 对了 他为什么不去禁止 黑人和犹太人的言论自由呢 对不对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吗 这不是Asian hate吗 对呀 对呀 你跟我说太对了 你看两个可能第一 他要么他如果给咱拒了 他不让咱抗议了 事儿大了 战友们 美国这个国家 又要为新中国联盟而改变了 如果法院说 我不管 我相信绝大改变是不管 他怎么能管呢 我们合法和平的抗议 Look 你们所有人 玩了一辈子的法律 玩弄美国法律 说法之中 如果法律 法院不管了 那我们可以 在法律的范围内 我们更加惭惶 我们更加嚣张 我们让所有的敌人看到 法院都不管你 因为我们合法 你往哪里逃生呢 就这两个选择 咱们好好分析分析 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新中国联邦人 WC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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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